哈嘍大家好 歡迎來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頻道 今天的摺紙教室呢 要來教大家怎麼摺出可愛的帽子 那你看這個是黃色的帽子 這個是白色的 那這個帽子呢很簡單 很好做喔 好接下來我們開始動手做吧 一開始呢我們先準備一張正方形的紙 那我這張正方形的紙呢 呃有兩面 一面是樹色的 一面是呃樣式比較多彩多姿的 那我們先呃對著成一個長方形 然後記得用一些小工具 把它壓 壓仔細一點 然後 開口再四邊 然後再對著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翻開 然後翻開 開口再下面 上面是 上面是封住的 然後 這邊右邊的頂點 往中間線折 這邊幾個大概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個位置 然後另外一邊 左邊也是 左邊的頂點呢 跟 這邊 右邊對齊 壓住 然後這邊右邊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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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中間線 右邊這樣直做 那 左邊也是同樣的做法 一樣翻開 記得這邊的直線呢 對著 下面的直線 然後翻面 把剛才折著對著 那 我們就下面呢 下面這個是突出來的部分 要把它折進去 然後下面要對齊 然後翻開 然後翻開 把這個 多出來的部分 往裡面折 這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這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往裡面折 這邊也是一樣的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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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左邊也是一樣 應該往裡面折 這是多出來的部分 往裡面折 然後下面 往上折 那這個寬度呢 折多少 看自己的意思 因為這是 這個是 帽子 帽岩的部分 你想帽岩折寬一點 你就往上折上去一點 想要帽岩 所以這邊是可以很隨意的 所以這邊是可以很隨意的 那記得這邊中間線要對準 中間線 然後翻面 一樣的做法 那下面有開口 這個把它翻開 翻開 然後壓 稍微壓一下 然後這邊再做一下微調 稍微壓一下 把那個帽子的頂端給做出來 然後 就成功了 做了 做出一頂帽子了 然後再稍微微調一下 帽子就做出來了 那如果你這邊 呃 可以做一些改變 所以這邊可以 做 可以用雙面膠把它黏起來 這邊也是 把它黏起來之後呢 又是另外一種感覺的帽子 所以 可以做不同的變化 這樣子 好 那就完成了一頂可愛的帽子喔 三種不同顏色的 三種不同顏色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呢 記得幫我按訂閱按讚留言及分享 那在訂閱的同時呢 不要忘記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那帽子教室呢 下次見喔 可以試著動手做看看